大家好 我是talkgin 我又来了 首先非常感谢大家在我视频下面的留言啊 我还是那种我都看视频所有的留言我都看了 然后也非常谢谢大家关注我的频道 那今天的视频本来我是没准备录的 因为没有没有新的股票能和大家推荐或者说的 但是因为后面的留言 一些小伙伴的留言让我觉得我可能还想做一起 然后主要分为三部分吧 第一部分的话我想针对一些小伙伴的一些留言 然后发表一下我自己的看法 包括我做这个频道的一些看法 然后第二点的话也是因为一位小伙伴的留言 我想和大家聊一下再生能源这个板块 包括我对再生能源还有气候变化的这板块的一些了解 一些理解吧 然后第三部分的话我想聊一下比特币和我也是我最近其实个人我比较关心的一个 啊一个话题啊 我不知道 我知道可能有些人每个人对比特币可能都有一些都有些不同的了解 不管你知道也好或者不知道也好啊 反正希望啊能对大家有一点帮助好吗 然后啊就先聊第一块吧啊针对一些小伙伴的留言有我这边只贴出来了一个然后啊我先说另外两个吧第一个就一个小伙伴让我啊说他说让我放广告然后啊他说他来帮我看看广告啊我首先非常感谢你的支持然后啊我说两点吧第一点的话不是我不想放广告是啊 因为可能刚刚刚这个频道到达了一个可以放广告的一个标准 然后中间还得有一些比如说你要弄一些也要建一些account然后还要让youtube他们来verify你的account中间需要一个过程啊这是第一点其次第二点的话是 嗯 本身的话我自己是 我是想想让自己可能更专注于做内容上面而不想让自己可能更受一些其他方面的因素给影响吧然后我自己给自己定下的一个目标是如果说嗯就是这个频道如果不到一万个订阅者的话我不想放广告因为不是说和和啊不是说和钱或者说和广告费过去谁谁不喜欢你说这些monetary的一些incentive的每个人可能都喜欢对吗 但是啊因为可能最近大家的大家的关注啊大家厚爱可能我觉得让自己可能不要 可能更能沉下心来吧更能更能专注一些啊我们说做内容的一些方面吗这是这是反正这是我的想法 那么这个可能这位同学还得还得还得等一段时间我到到这个频道有有1万的关注量了然后我这个account也被approve了可能你就可以看愉快的看广告了好吗 嗯这是第一点然后呃第二个留言是呃不管是对我现在贴出来这个这个同学在在我你有的一个视频下面的一个留言还是昨天我拍轮贴那个啊一个视频下面的留言呃 呃先说一下拍轮贴吧拍轮贴其实如果你仔细去看我昨天那个视频的话其实我并没有畅空拍轮贴这只股票我只是呃我昨天用的是 所有的数据进去之后50%的增长量50%他的年收入增长量包括13倍的一个 这个市销率算进去的话五年之后我说拍轮贴可能涨两倍其实对于很多其他的股票来说这个两倍其实已经是非常高了五年两倍的话你你想一下这个这个复合率也是在百分之三十多左右了 我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高的一个成长然后其次的话其实你有很多方面你都可以去啊我说挑战他的你说他可能百分每年50%的复合成长率可能不够高 可能你觉得他会有百分之七甚至百分之一百或者你都可以去说他的市销率可能不止百分之十三这这都是你可以去啊一个这都是一个变量而影响了他最后的一个股价原因对吧 其次我想说其实我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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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讨论的其实两个两个东西其实并不矛盾的为什么就是啊 你们看到的是这个专业这个这个这个在这个专业领域里面拍轮贴这家公司能发挥出多大的啊 啊我说能发挥出他多大的效益或者他在这个专业里面有多么的领先啊而从而能从而能带给公司以后多大的收益而我所看到的是啊 这就包括我去就我去做研究去研究一家公司的时候特别是这个领域我是不了解的情况下首先我会去看这个领域到底有多大其次我会去看啊这家公司在这个领域里面到底有什么突出的一些成绩我确实对于潘能跳这家公司我去看了搞他们他们的一个product 我也去看了foundry他们的一个product就这两个一个是针对政府一个是针对企业的吗我去看了我首先我看不懂他是什么东西但是我去看了一些review我去看了其他人对这个product的一些review我对啊我稍微我只能说我稍微对这两个对他们两个对他两个两个公司的产品会对这个公司产品稍微有一点了解吧然后其次我会去看ceo我花了很长时间去聊看了一下ceo的这个他的一些interview了解一下这个ceo对这家公司以后的展望什么包括他的一些政治立场 或者说一些对这公司整额以后的展望我觉得都是非常重要因为一个ceo的执行力最终决定了这公司能走多是多远那么其次最后的话第四点的话我会去看包括这些公司的一些新闻啊包括这家公司一些财报这是我我我看的这四方面当然我不可能对一家公司不了解的一家公司或者不了解的一个产业去像你们就像你们在这个行业里面去非常去研究去细究 这是我在短时间那是一定做不到的一个东西而且但我觉得我们两者我昨天分析的那个东西和你们对这个领域的了解其实是不冲突的啊为什么就给你们给这是我想说的第二点就是如果我们举一个例子的话那我们去看每一个基金公司的话他们每一个基金公司他们做的事情其实他们在各个领域里面都会放一个到两个的analyst两个分析师一个到两个的分析师而这个这个分析师他们每个领域里面的分析师都是学这个领域的专业 而他们的背景很多时候他们的背景并不是做金融方面或者做投资方面的啊这也是为什么他们最后能把能给这个能给这个基金公司或者投资公司带来很多的我们说的很多的idea或者一些投资的想法因为他们对这个领域了解市场上比如说我能看到的是可能每年只能grow50%但是如果是你在这个领域的一个啊我们说一个expert的话或者你在这个领域已经非常多年的环境在你的眼里可能看到他 Pelantir的成长成长可能就不止5%是可能80%可能100%这都是可以但是我需要的是你如果能给我提供一些比如说你能告诉我这个市场本身他是有我们随便举个例子比如说这个市场他本身有200个billion的一个市场然后因为Pelantir他在这个product方面他非常的领先于其他的一些公司或者说他是非常unique他以后也没有其他公司能和他竞争那你告诉我可能他在这200个billion里面 他都他就能拿到他就能拿掉100或者50个billion那这对我来说就是一个非常可观的一个数字了 然后他们基金公司做的就是这个事情analyst他bring forward他带出来一个idea带出来一个idea之后他最后还是会把这个idea给给加一个数字进去然后这个数字放到他们的模型里面最后得出来这个公司的价格或者现在的价格然后得出来他们公司以后5年或者10年以后的价格 然后最后才决定了他们是不是会去投资这个公司这是整个的一个我们说一个一个非常完整的一个过程 我觉得所以我觉得我们两个人在做的事情其实是一个互补的一个过程啊所以啊我我也希望啊更多的人其实能特别是我在说每一个公司的时候其实这个公司或者这个产业的一个我们说 在这个产业置身于这个产业的人其实如果你能发表一下你自己的意见或者你对这个产业的看法其实对我们每个投资者不管是买的买来的投资者也好或者 没有买的投资者也说了也好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消息因为啊如果回到就我回到这边我放出来这个这个这个同学他在我你有的一个视频下发了发了一个一个他自己的看法或者他自己的评论我觉得非常好其实我本身就不想把这个频道做成一个只有一种生意的一种频道特别是你在每个人对这个股票或者对这家公司有一个非常强的一个conviction的一个情况下你更希望呢 听到的不是周围的声音都符合你啊你更希望是听到的有周围的声音告诉你不同的一个方向而让你去反思你这个你投资这家公司是不是一个正确的决定 我觉得这是这是我想做的也这是我希望看到所以我非常鼓励我也非常看到这样的这个这个同学真的写的很长一段可能写了三四百字吧 我相信他对这个行业或者对这几家公司有非常非常强的了解 这是我其实这是我希望看到的好吗就非常感谢你们这些留言我觉得这些留言应该也能对其他的一些一些一些同学会有一些帮助吧 好吧那这是我想说的第一点然后第二点的话我就想说一下因为也是因为一个一个同学的留言然后 啊我就想和大家说一下再生能源这方面情况因为本身我自己最近的话因为 当然白天也是有工作的因为因为工作的原因啊也是接触了很多方面关于 啊我们说不是说再生能源是关于一些气候改变的一些一些一些工作然后 啊对这方面也费是也现在也确实有一点了解我先大家我我先带大家看一下这张图吧这张图其实我是在啊几个视频之前吧我有放过很早的时候我有放过这张图然后这张图其实是什么我我直接去拿了啊啊 啊smp的smp一年来的走势和这家公司这家公司石油公司嘛然后再和renewable energy的一个etf去做了一下比较啊你可以看一下他一年来的走势啊在这个之前都是我们都是不知道啊这不是最新的数据这可能是到今年的10月份吧然后在这之前的话啊我们是都不知道啊拜登会当选的对吧因为这个同学问我的是他说你能不能分析一下拜登当选会对之后的一个renewable energy再生能源的 有没有什么帮助或者有没有什么啊有没有什么推动这是他的原文这是他的原来的问题那我想说的是这张图其实告诉你的就是即使是在川普的一个一个我们说一个政府之下的话renewable energy在今年的走势来说还是已经比不单单比smp也好然后其实比石油比这些石油公司的话也是好了非常非常多了但是你可以说啊因为covid的一个原因可能石油公司因为需求量没有那么大可能石油公司没有那么好啊 但这也是正是我想说的就是啊其实我们可能不能从单单的一个逻辑说拜登当选的话就一定对啊再生能源一定是一个利好确实是一个利好因为他会有非常多的政策上的刺激但是从一个长长远的一个趋势来说的话renewable energy 就是我想说就是我想说这是一个市场而主导的并不是因为啊可能因为今天如果说拜登没有当选的话这个renewable energy就不能grow了因为你可以看到即使这是在川普的一个政府领导下的话他renewable energy该好就他再生能源该好的话他一样好他该走好的话市场的决定了他能走过smp他就能跑过smp 啊这是第一点然后其次的话啊其实你们也可以干关注到啊最近的新闻就英国的政府他明年的话他决定在啊在英国的话花一个别脸码花差不多花十亿去投资在英国建一个全世界最大的一个叫我们说他说叫啊 liquid air storage liquid air battery就是一个啊叫液体空气电池啊其实他这个东西其实是什么东西呢我后来去做了一些research也看了一些youtube上的video非常其实已经很这个东西也是已经存在了很久了其实他主要解决的一个是什么问题就是我们说如果再生能源不管你是风能也好太阳能也好你再生能源你发完就你你把这些风能或太阳能你转化成电能之后你得你总得储存在一个地方嘛而现在的一个最大的 它的一个短板就是在现在储存储存这些能量的方法方或者方式都是用的我们说的锂电池而锂电池它在储存这些能源的时候可能只能存到四到五个小时那直接导致的一个结果就是你你不可能就是你今天发的电你今天靠这些靠这些能源发出来的电你能保持到明天那这也是我们经常能看到比如说大家可以看到外面的一些风能发电机的话他有时候他那个他那个风他那个夜他那个转盘他并没有在转他停止 停止在那边了这就说明他并不是24小时在运作的而为什么不是24小时在运作的就是因为他即使他能转化成那么多的电能但他没有地方去存或者他说他存的时间没有那么长那这也就是为什么英国政府他们宣布 要花这个金钱去造这个我说的就造这个液体空气电池然后他这个液体空气电池非常好的就是能解决了一个电能的储备的一个问题他能储备远远的超过四个小时那就是那就完全是解决了一个很大程度上解决了一个efficiency就是一个效率的问题那一旦你能解决效率的一个问题的话你就直接把我们说风能发电也好太阳能发电他的一个 我们说他的一个成本价他的一个cost你就直接把它降低了那直接就使得了我们说这种技术在市场上相对于我们说一些煤炭发电来好就就直接使得这个技术就我们说有一个更长更大的一个margin或者更大的一个盈利模式了那就使他能吸引更多的我们说投资者来进行投资这个我们说再生能源那直接导致的结果就是再生能源最后很大概率一定会我们不说取代吧不说完全取代吧 就一定会在一定会市场占用的一定会越来越高这是一个趋势啊这不是一个哪个政府去决定的 那然后第二点的话就是我想说一下啊气候原因气候的话我说climate change其实气候的问题啊很多人可能到现在都觉得它是一个伪命题啊就我想带给大家的一个思路是 其实没关系即使你觉得气候问题是一个伪命题的话也不是非常重要重要的是什么重要的是啊决定你资产的价格 比如说你今天买了石油石油石油功夫比如说你今天买了XX你买了他这家公司那我告诉你决定他这家公司的价值或者决定福特这家公司的价值不是因为将来的时候不是说比如说30年之后整个地球的温度能上升一度或者两度即使你你相信这个科学也好你不相信这个科学也好都没有关系决定这个资产价格的是政府会做多少的事情政府会在背后有多么的支持 我们说这一个科学家们的一个定论什么意思呢就是你最简单的例子就是我局两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第一点就是政府控制碳排放量政府对那些造车企业控制碳排放量控制他们的碳的排放量 这就直接导致了你福特或者一些美国公司他们不能去加大他们一些大排量的一些一些汽车或者柴油车的那些生产量这就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很简单的就是我们都知道在2030年或者2035年之前 世界上基本上所有的政府或者所有的国家他们都决定取消了柴油车或者汽油车的他们新车的一些一些售卖这就是非常大的 这就是告诉你了这些产业就以后就没有了你今天不造EV的话你福特今天不造EV的话十年之后就没有你什么事情了 对吗这就是就这就是我想说的就你不要去也不要去纠结说我到底相信这是个伪科学也好或者说这是一个主流媒体带给我的一个一个像想给我洗脑这个都没有关系 我想告诉你的是世界上所有的政府他们都在齐心协力出了很多的政策去往这个方向去走而这是最终决定你的资产价格能走到哪里的一个根本的一个原因好吧 那啊最后的话我就我就想来说一下比特币吧比特币的话我发表我自己三个观点吗第一个观点是我不觉得比特币啊能代替美金或者代替人民币能代替所有的一些同友货币或者我们说的一个fiat currency啊首先我我并不是非常赞同这个观点我也不觉得比特币是往这个方向去走的啊很多人一直觉得是已经一定是一个非黑即白的事情就比特币一是要不就比特币能代表能代替这些货币 二就是不能代替啊首先我觉得这两个这两个东西很有可能将来会形成一个共存的一个状态 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很多人觉得比特币没有未来是这也是我我最近听了很多人关于这些比特币的一些发言我觉得我很多人的发的发表的一些观点我觉得非常好 也也是有其实我是看了一个interview他interview的是一个亚信这个人他是一个阿凯迪斯们的专门研究 比特币领域的这算是一个专家吧然后他自己他发表的观点我觉得非常非常有道理 啊然后第二点的话他第二点的话就是围绕着很多人觉得 啊比特币这东西没有将来是因为政府一定能把他 政府如果一旦决定把他ban的话那比特币就结束了 从两个方面去说这个问题第一个方面的话 中国政府在几年前就已经禁止了所有比特币的网站交易了 对吧那结果是什么结果你就是看到了 比特币现在价格还是在持续的上涨比特币完全没有消失 然后世界其他各地的投资者还在继续买比特币 对吧这是第一点 然后第二点的话你还看到了什么你还看到了 我们说的一家公司叫square他买了五千万的或者五五十个 别连的一个比特币另外一家 两家都是上市公司啊 另外一家上市公司叫michael strategy 他们一共买了400多个 别连就将近4个亿 只没4亿美金左右的比特币 两家都是上市公司为什么我提到这两家都是上市公司呢 因为可能很多人没有意识到 上市公司要做一个决定特别是上市公司要买比特币的时候 你们可能不知道他背后的一些会计准则 背后的一些风险 背后的 你要就你一旦这个ceo你决定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是要说服你的董事局你知道吗 而说服董事局你要让这些董事局去理解这比特币背后的含义的话 并不是那么简单的一件事情如果董事局决定你这件事情不能做的话那你就是不能做这不是一个 ceo能决定的一个事情 这是一个ceo要去说服他董事局去做的一件事情 包括背后的会计准则包括背后的封监管机构 都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挑战 而他们能做这个决定 他们能花这个钱去买这个比特币的最后的影 这背后的影响力 或者这背后的含义是很多人是没有意识到的 他们这不远远超过了一个任何的一个投资者 或者square或者paypal他开通这个比特币网上的交易 这远远是这一家上市公司去投资比特币 这个背后的含义是非常非常大的 那么然后 啊 第3个第3个观点就是 你们要知道如果说一个政府去特别是在美国这样的政府 如果说你要让美国政府去ban比特币的话 首先我们知道政府都是由 人 来组成的 那么那 人要去或者政府要去要去把这个比特币禁止的话 他势必 你需要我们说所有的议会的成员或者说国会的成员他们都是要同意 去进这个比特币 而现在比特币的市值一共才 我们说 可能一共才250个别脸才2500亿左右的美金吧 只是半个特斯拉一半的特斯拉都不到 那 你要所知道的是 可能 当你意识到 可能当美国政府意识到他要去进比特币的时候 这个比特币 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些国会的成员或者议会的成员 他们可能都已经有比特币了 而他们 当他们已经有这个资产的时候 或者他们已经投资这个资产的时候 你觉得他们还有没有这个足够的一个 一个 Motivation 就是一个足够的一个动机 去进比特币呢 这是你需要想的问题 你不能单单去说 比特币如果 比如说比特币到了我们说一个缺练或者10个缺练之后 他对这个整个市场或者对对整个美元机对整个美元系统发生了一个挑战之后我们就要去进 进不是你说进就进的竟是所有人都觉得他要进 他才能进或者国会的国会就或者说 啊我说 国会的成员或者议会的成员他决定了我们就要去进我们才能进的这不是一个人说了算的也不是你说了算的对吧 啊 最好的一个例子就是我再去回到那个上市公司Michael Strade这家公司当他的 CEO他的CEO叫Michael Saylor 当他去说服试图说服他的 董事局的时候他说我小我想买这个比特币 或者我想我们这家公司去买这个比特币 的时候他说完他说了长篇大论说完之后包括他的利论也好他的概论也好他说完之后然后他所有的董事会成员告诉他 我们都买了我们都已经买了比特币了 这是让他非常 啊 这是这是让他自己非常非常震惊的一个消息 就是在他花了那么长时间去说服他董事局成员说我们公司要决定我我决定我让我们这个公司去买比特币的时候他所有下面的一个董事会的成员都说我们已经有这个比特币了 这就是一个非常恐怖的一个一个事情就是当你可能当你意识到比特币他真正存在价值的时候你周围的一个人已经有一个比特币了 而你这时候你再去想进这个比特币的时候很多人其实他是没有这个动力去进这个比特币的而 最后可能发展成的一个形态就是 比特币和美元非常有可能或者和其他的货币他存在的是一个共存的一个形式 而真的你想去进的话 其实可能没有你想象的那么的 简单 好吧 然后 然后最后的话 这就是这是我想分享的一个观点其实他还有其他的观点以后我看有时间的话我可以继续给大家分享一下 另外的一些观点包括一些 很多人还会concern那些 包括tax包括税收那些方面的我觉得 大家有兴趣的话其实可以去看一下那些视频好吧我也可以分享如果有兴趣我可以帮你们分享一些视频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挺有意思的而且 我觉得这个是完全改变了 很多人对比特币一些看法或者对比特币风险的一个评估 反正这这都是一个其实这最终的话都是一个观点吗你赞同也好不赞同也好啊 每个人都有每个人自己观点然后你根据你收到的收收收到的不同的信息不同的观点再去做你最后的决定 对吗 然后最后和大家分享一下从技术层面上来说的话 我把比特我用波浪理论给比特币画了一下 画了画了一段时间了 几天前一个星基本上差不多一个星期前画的吧 我就现在的话从从技术角度去分析的话 啊 这是2018年的新高比特币现在的话基本上是在一个三浪 啊或者说波浪理论里面大概率情况下是一个比较长的一个走势 有不排除他的估计可能三浪已经走完了然后 啊 这两天的调整可能是在一个四浪四浪的话可能会比较长 然后再接下去它是一个五浪 可能接下去再调整浪啊 在12345这个都无所谓 那因为 我说其实从技术层面上来说只能带给你说 近期来说我们可能在哪个点位 想买比特币的话可能近期来说 在哪个点位近比特币比较好 但是如果你真正了解到比特币背后的含义的话 你是完全不会去从 短期来说去考虑比特币的价格会怎么样 你一定是长期持有的比特币 而你可能大概率短时间的你都不会去卖比特币的 好吧 这是这就是我想和大家分享的一些东西 然后 还是希望这些东西能给大家或者这些视角能给大家带一些帮助吧 好吧如果 大家喜欢我的内容的话可以在这个视频的中央关注我的频道 然后 也可以给我点赞 那我们下期再见